女人慢悠悠地走出来 开始不受控制地乱扔东西 眼神空洞 好像中了血一样 就连家里的狗看见她 都觉得害怕 等到没人之后 她爬到了桌子上 竟然开始在上面尿尿 表情十分猙獰 尿完后 她爬出了画面之外 可是下一秒 不止如此 她还从冰箱里翻出了生肉 毫无忌惮地啃了起来 行为举止 完全不像人类 她究竟经历了什么 才会变成现在这样 故事还要先从这位神婆说起 神婆自称是八燕女神的灵媒 而八燕女神在被当地居民所敬仰 他们相信八燕女神是善良的代表 一直守护着他们 然而事实上 根本没人知道她来自哪里 神婆一家祖先三代 都是女神的灵媒 本来应该由她姐姐来先一步继承 但被姐姐拒绝 最后选择了神婆 神婆有了女神的力量 可以治疗一些看不见的东西 然而一出意外 打破了神婆平静的生活 神婆要去参加姐姐诺伊的丈夫葬礼 这一家人貌似受到诅咒一般 丈夫的祖父被工人拿石头砸死 父亲服毒自杀身亡 大儿子也因为一场意外去世 整个家里就只剩下诺伊 和他的女儿阿敏 然而诅咒也开始对阿敏下手了 原本悲伤的葬礼上 阿敏却突然起身发飙 与之前的样子完全不同 到了晚上 神婆发现阿敏呆呆地坐在床上 不管怎么叫他都听不见 在他旁边还站着一位瞎眼老太 结果第二天就收到了老太去世的消息 阿敏看到之后立马跑到一边 他一直在对着墙壁自言自语 精神似乎出了些问题 神婆觉得阿敏不太对劲 去到他的家里查看 没想到在他的衣柜里翻出一大串姜黄 姜黄是用来取鬼辟邪用的 看来阿敏真的遇上了一些脏东西 阿敏在一家招聘公司上班 工作稳定轻松自在 他自己也很喜欢这份工作 然而他完全不相信八燕女神的存在 认为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 阿敏的行为举止也越来越奇怪了 他喜欢玩一些小孩子玩的东西 还会跑到游乐场跟孩子打闹 但他会更加凶狠 把孩子都吓哭了 他还在大笑 回到公司之后 他突然开始流血 甚至流到地上 后面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情绪也不稳定 因为别人看了一眼 就直接大打出手 在上班的时候 他突然感到肚子一阵疼痛 马上跑去厕所 结果疼得连站都站不起来 回去之后 没想到老板直接把他给开除了 他一气之下冲了出去 到了晚上 当地举办游行 阿敏在上面原本还开心地笑着 下一秒 他突然拿东西砸向了台下的观众 完事之后 又重新笑了起来 诺依回到家后 发现厕所里没有声音 打开门发现 阿敏瘫坐在地上 流了满地的血 众人连忙把阿敏送去医院 此时 诺依同意 让阿敏成为女神的心灵类 他不想再看到女儿受伤害 然而神婆却告诉他 复在阿敏身上的根本就不是八夜女神 那会是什么呢 寺庙里 大叔正在为女人准备驱邪仪式 一位神婆突然冲了进来 这时 女人缓缓地转过头来 他死死地盯着镜头 突然抢走了摄像机 用力地往他母亲身上砸了过去 镜头上甚至出现了血字 女人一次又一次地往母亲头上砸去 母亲已经被砸得不省人事 全部人都看向了女人 女人突然发疯似地逃了出去 神婆健壮 立马向外追赶 可是 这才不过几秒钟 女人的身形完全消失在街道上 阿敏失踪后 众人立马来到山头寻找 然而 却没有任何发现 此时 诺依也从医院醒来 为了能救自己的女儿 他甚至接受了八夜女神 祈求得到他的原谅 阿敏已经失踪数日 这时一个出租车司机遇到了阿敏 阿敏一开始正常地站在前面 等到司机不耐烦掉头之后 阿敏却又突然出现在后方 除此之外 就再也没人见过阿敏了 神婆认为 是死去的大儿子迈克 在纠缠阿敏 于是 他在迈克自杀的位置 摆了一个仪式 神婆每天都把一个鸡蛋打在碗里 结果突然 鸡蛋里打出了一堆黑水 他马上就意识到了什么 神婆跑到了一堆废弃剑筑 里面十分的阴散 他往里面深入 发现了躺在地上的阿敏 阿敏则一点反应都没有 幸好神婆发现得快 阿敏被及时送到医院 没有生命危险 他决定再去找一次八叶女神祈福 结果眼前的这一幕 让他直接破防了 八叶女神的头颅掉在了地上 而身子还挺拔地坐在原地 这代表着恶灵已经来袭了 回到家后 阿敏的身体已经被恶灵完全占据 他突然凶狠地趴在地上 然后开始大笑起来 神婆健壮立马控制住他 把他的钟尺放进水里 没想到水直接就变黑了 没有办法 众人只能将他绑起来 然后再去寻找解决办法 他们带着阿敏找到了驱魔师 驱魔师说 他的身上有无数的恶灵缠绕 而这些恶灵就是当初 诺伊加祖先害死的亡灵 所以他们找上了阿敏 用他来还债 只有进行驱魔仪式 才能让阿敏恢复正常 然而就在驱魔仪式的前几天 阿敏开始彻底变异了 他喜欢躲在角落里 眼神和表情变得十分惊悚 半夜他来到了舅妈的床上 轻轻碰一下 舅妈就马上痛不欲生 舅舅还发现 自己的宠物狗被炖成了狗肉 原来是阿敏把宠物狗 活生生地丢到了锅里 他死死地按住盖子 不让小狗逃跑 最后竟然一个人砍了起来 场面极其残忍 突然他进入了舅舅的房间 这次的目标是他们的孩子 等到舅舅赶来的时候 已经晚了一步 他马上出门寻找孩子 终于在一处草地上 发现了孩子 幸好并无大碍 于是他又接着寻找阿敏的踪影 周围一片寂静 下一秒 幸好众人及时地拉开阿敏 舅舅这才逃过一劫 而另一边 神婆已经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 诺依来到家里找他 发现神婆突然猝死在床上 没有任何的征兆 然而驱魔仪式还会照常进行 阿敏真的能够顺利恢复吗 驱魔仪式有多恐怖 只见弟子念着咒语 突然一阵狂风袭来 所有的恶灵都聚集在了女人的身上 女人瞬间吐出了大量鲜血 此时驱魔仪拿出了一根钉子 往女人的头上扎了过去 他瞬间跪倒在地上 嘴里吐出了一大堆黑水 这些黑水就是存在已久的恶灵 驱魔仪赶紧念咒稳住恶灵 他抱住那坛黑水向外面走去 突然他停了下来 他慢慢地转过头来 嘴里突然发出了一阵诡异的笑声 然后突然全身抽出 向后倒了下去 最后当场死亡 而被封印在房间里的阿敏 突然大叫了一声 他好像恢复了意识 再向外面求助 突然从房间里传来婴儿的哭声 舅妈以为阿敏绑架了自己的孩子 想要冲进房间救出他来 然而婴儿却一直在床上没动 此时的舅妈也已经封了 他打开了封印的门 并没有发现孩子 因为孩子的哭声 就是阿敏在办的 阿敏一下子插在舅妈的脖子上 舅妈当场暴毙 一旁的摄影师连忙躲到了柜子里 等到周围稍微安静了一会儿 他跑出来确认安全 转头一看 阿敏竟然把那个婴儿活生生吃掉了 他再一次打开了摄像机 阿敏正张着血本大口 我朝他爬过来 另一边所有参加仪式的弟子都不见了 这时一位弟子趴在地上 像一条恶犬一样朝摄影师咬了过来 他的肉直接被咬了出去 另一位摄影师拿上机器就开始跑了起来 但他哪里跑得过恶灵呢 不到一会儿就被打倒了 此时又有几个恶灵围了上来 突然他们好像看到了什么 马上向后退去 摄像机一转 阿敏出现在眼前 他缓缓地靠近 在一边休息的诺依突然醒了过来 他主张要再一次进行驱魔仪式 他叫人找到了破碎的谈片 突然一个弟子猛地向墙上撞去 其余弟子也都集体被恶灵附身 全身不断地抽搐 就连舅舅也被附身 他猛地上前咬了一口 随后自己跳了下去 最后诺依和阿敏终于见面了 阿敏一遍遍地喊着妈妈 正当诺依以为女儿恢复意识的时候 阿敏死死地掐住了诺依的脖子 把母亲扔到了一边 随后他找到了一桶汽油 把汽油全都敲在了母亲的身上 顿时火光四起 空气中只弥漫着母亲的惨叫 这部电影用着脱离现实的剧情 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百音必有果 不要想着现在做了坏事 可以大难不死 很有可能 报应就会传到下一代去 悟空闹电影 带你走进不一样的电影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